你要推吗 推是最疼的 我告诉你 推是无法忍受的疼 他是中国医学眼科界的天才 几十年就帮助一万五千名患者重获光明 却以一场闹剧被自己的患者砍成重伤 再也无法走上手术台 很多网友表示 他的牺牲让中国的眼科医学倒退了十年 那名患者为何要去砍救自己的人 这名天才医生又创造过怎样的辉煌 这名医生名叫陶勇 他17岁考入北大 27岁成功拿下博士生学位 并在国内发表了上百篇SCI论文 获得过三次国家专利 陶勇从医后不仅自己技术高超 他还喜欢分享和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经常帮助身边的同事提高医术 除此之外陶勇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为贫穷地区的患者免费做手术 有时候他甚至自掏腰包 去帮助那些极其困难的家庭 对于那些复杂的视网膜脱离 疑难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清光眼白内障手术 以及前后联合手术 对于陶医生来说都是手拿把掐 病人给他送去救命菩萨的经期 同行也说他是北京朝阳医院的定海神针 然后呢这个时候王阿婆自己也用当地的方言说了一句话 图像自尬自千修夷 他就说我想亲手给自己做一件兽医 王阿婆是陶医生的其中一位病人 2009年陶勇跟随医疗队去江西做疫诊 在火车上他遇见了患白内障晚期的王阿婆 王阿婆当时走路驼背接近90度 他的腹部还长出了肿瘤 如果不及时救治 恐怕所剩时间不多 陶医生在看到王阿婆的第一眼就心头一紧 立马要求给王阿婆进行免费的检查 检查后陶医生深知王阿婆病情的严重 可手术的难度也极大风险也很高 当陶勇纠结要不要给王阿婆进行手术时 他偷听到王阿婆说自己还想给自己做兼医 自己给自己做兽医是江西地方的习俗 老人们相信在去世时 如果能穿上自己亲手做的兽医 死后就能见到亲人 同为江西人的陶勇明白 让王阿婆重见光明 就能帮助他完成梦想 陶医生毅然决然选择给王阿婆寄决 手术非常成功 王阿婆的视力恢复到了0.6 三个月后 联络员找到陶医生 说王阿婆去世了 但在王阿婆恢复视力后 他用了七天就给自己做了一件兽医 衣服上还缝了一个口袋 里面装的是丈夫和儿子的照片 王阿婆让联络员告诉陶医生 这些年他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 在黑暗中他喊孤独 谢谢陶医生帮他找到了回家的路 之后陶医生加入了我国的快车计划 免费为贫困地区的患者 操到了两千多次白内障手术 一时间名声大噪 有很多富豪邀请陶医生 担任家里的私人医生 他们出的钱远比医院中的薪资高 可陶医生直言拒绝 因为他还想帮助更多的人 可就在陶医生帮助一位崔性患者时 意外发生了 十年间他治好了一万五千名患者的眼睛 拒绝了富豪开出的高价私人医生待遇 他只想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光明 可在陶医生治疗一名崔性患者后 他被崔某连砍六刀 再也无法走向手术台 2020年陶勇认识了一名叫崔振国的患者 他是北京的一个农民 近视度数高达1500度 曾经做过两次近视眼手术也没什么用 临近失明的边缘 而且他当时的眼睛已经不再适合做手术 放眼全北京的医院也没有人敢接纳他 崔正国偶然间听说了陶勇是一位眼科界的天才 于是他慕名而来找到陶勇 把希望全部压在了陶勇身上 在了解详细情况后 陶勇深知崔正国眼睛情况的恶劣 可他从医十几年 看多太多一位失明而悲痛欲绝的人 他也挽救了无数看似不治之症的患者 陶勇明白像崔正国这样的农民 如果失去了光明 那么他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陶勇做足了功课 毅然决然接下了这一场举步维艰的手术 数前陶勇告诉崔正国 这场手术有极高的难度和很大的风险 失败的几率很大 即使成功也不能完全恢复势力 只能略有改善 崔正国心想只要能看见 总比市民好 他当场就在手术单上签下了字 陶勇也竭尽全力的给他做了手术 凭借陶勇多年的经验 手术有惊无险的证据 崔正国也恢复了一部分势力 然而崔正国并不满足于此 他觉得陶勇完全可以让他完全恢复势力 心有不甘的崔正国直接起诉了陶医生 要求对他进行赔偿 陶勇也不想和他也纠缠 就答应了他再给他做一次激光治疗 然而治疗仅仅是治疗 根本无法满足崔正国对于势力上的贪婪 他一次又一次的无理取闹 陶勇一次又一次的包容 让崔正国觉得陶勇给他免费治疗是心虚了 他对陶医生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和报复心理 一天下午 崔正国暗藏了一把剪刀 冲进了陶勇的诊室 在距离陶勇很近的时候 他抽出剪刀 直接向陶勇头部刺去 陶勇大脑一片空白 他想逃跑 可周围全是医疗器材 根本不能快速挪开 紧急之下陶勇伸出手臂阻挡 崔正国看陶勇还想打 他再次狠狠刺了上去 混乱之下一位病人家属 帮陶医生打了一刀 再加上旁边的同事反应及时 陶勇这才勉强保住了一例 2020年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医院密案 欲满全国的眼科医生陶勇被刑刺了 这个患者砍伤你你惊讶吗 有些惊讶 陶勇年仅30多岁就拯救了15000名患者 无数人都称他为眼科界的天才 可这一次他没能保护好自己 丧心病狂的崔正国连刺陶勇六刀 每一刀都直逼要害 他对着这名曾自掏腰包 给他做激光修复的医生 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良心 据陶勇的主治医师说 陶勇头部挨了三刀 其中一刀力度再大一点就会击穿头骨 还有一刀只差五厘米就砍中了脖子处的脊髓 高位结瘫 另一刀只差一厘米就砍中了大动脉 到时任谁也无力回天 可能连老天爷都联系这位天才医生 陶勇勉强活了下来 可他再也无法站上手术台救助患者了 这件事给陶勇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他经常在睡梦中惊醒 每次闭上眼都是崔正国那凶恶的脸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早就和崔正国说过手术的风险和恢复效果 但是崔正国就是觉得陶勇没有尽全力一致 2021年2月 崔正国被判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记者问陶勇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当初还会不会救治崔正国 陶勇面如冷铁说了一句 不会 他说他理解崔正国的不满意 但不能原谅他的残忍 他后悔救了崔正国 因为崔正国他被毁了自己的手术生涯 也毁了更多人的希望 尽管陶勇没办法再亲自操刀进行手术 可陶勇依然还在眼科领域发功发热 他用自己历生的经验和知识开展义武抢作 还成为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他致力于医学的研究和对人才的培养 他还自掏腰包开展了一个光芒计划 免费为18岁以下患有眼部疾病的平和 以往自己远注 陶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抱之以歌 在里面 我都给你帮助 感谢观看